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咱们北京中轴县深移团队的负责人 吕周教授 你好 刘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中轴县的南起点 这个南端点我们可以把它叫做 南端点 中轴县串起了北京从中古楼一直到永利门 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从元代的时候大概3.8公里 其实半个城 它到了明代的时候 南城墙又向南挪了 4.8公里 4.8公里 然后到嘉靖32年 把永定门修完了 是7.8公里 就形成了我们今天说的 就是老城的传统东西 一直在长 它一个生长的过程 这上头都是北京最重要的建筑 未来这条南中轴还会继续地建设 继续地发展 我们今天在南门是1553年 就是嘉靖32年的时候建成的 但是北京中轴县的最早的起始 是1267年 就是元纳都开始有 那么到了57年的时候 觉得这城墙把这城围的结结实实了 我们这城都在里头要发展 则要修路 就把城墙都拆了 那么永定门也被拆掉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永定门 是2004年重建 2005年建成 这个重建的怎么还这么久 我原本就觉得这可能是重建的 但是没想到时间这么短 不到20年 那么重建的时候 依据了几个很重要的图纸 依据这些图纸 还是基本上 我想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 曾经存在的那个永定门城楼的样子 就是原尺度 原尺度 原材料 原材料 原位置 原位置 原形质 原形质 是原材料 其实就是它肯定用的 不是嘉靖时候的那个木材 也不是这个嘉靖时候的砖 但是它仍然采用了 我们传统的材料 所以它还是力求表现一个 传统的东西 它建的时候 我正好在这周边 在这天天上学都能看见它 是 然后我们从这条路走 你知道这条路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正经的中轴线 这条路是玉路 是皇上走的 皇上进城的走的路 只有皇上什么到南院的时候 才穿这个中轴线走 今天这不是人民的中轴线 今天是人民的中轴线 所以我们大家都走 都从中间走了 体验一下 这个今天视野太开阔了吧 可以一直看到那个钉子 真的连奥森公园都能看见 你看没有 就那个 这都一下能看这么远 不过站在这能看见这安门 这个感觉还真的很好 但是我就想 如果说从这儿跑到那儿的话 这一条路 我觉得可以 中轴线没有办过马拉松吗 所以这次就是中轴线 就希望能够打通 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中轴线在未来 能跟当地的市民有充分地 可以积极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就有意义 一定是这样 因为中轴线 我们在座深迷倒也在讲 它做完了以后 不是一个古代博物馆 它是一个古今交融的 是吧 历史和生活融合在一起的 太期待了 希望有一天能谢谢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